星期二的中华财经连线,有论大师在这里 大师早上,港股今早说是威势,早上突破了29,000大关 我们就追到这个道指,以为很厉害,29,149点 但船只在我们开节目之前已经出现了倒跌 从高位都回了200点 到底利好消息已经消化了,还是怎样呢? 因为升得太多了? 我想是获利回吐,因为旧年应该是11月的低下 已经升了2000多点了 由28,000以下,一路一路升上来 升了这么多之后 现在已经去到杀行穷水净 如果由12月的低下,26,000 那还不止,升了3000点 当然了,故事上升 和中美能够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慢慢消化了和减退了之后 投资者似乎恢复一些信心 还有金融市场很明显做好 自从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由10月开始,港股有很明显的改善 现在的投资者,港股就叫做提款机 叫做ATM ATM A就是阿里巴巴 T就是腾讯 M就是美涛 这三只股票近两个月都是领导大市上升的 那后市呢?怎么看呢? 那是前景的嘛 有个ATM顶住 其实在那里有个T顶住 A和M还未是恒指成分股 T顶住,其实今早早 今早突破了400元 昨天已经突破了400元 今早早更厉害 其实一到高位去过413元 是接近一年以来的高位 有个T顶住吗? 还是恒指上下位要看什么水平呢? 我想现在就是因为由12月份 26,000点起 升了这么多 其实已经可以说升过了龙 要消发一下 就算回到28,000点 就是回到1,000点 都是应该的 也挺多的 1,000点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升了三千点 为什么回到三分之一 这些一点都不奇怪 那就是说 你没理由是日日升的 就好像美股那样 个个都在说 为什么美股会日日升的? 没理由的 我想今天会出现一些回吐 那没理由美股都真的日日升的 昨晚又破顶了 很多末日博士的 就一直都在说 这个债务危机内乱 由去年说到现在 债务危机会拖下美股和全世界股市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IMF说的 IMF说现在全球那些政府和私人公司和私人的债务 是全球GDP的三倍是250万亿美金那麽多 这些数字真是吓死人了 都不可以想象 是 不过港股 香港最好 香港政府没有外债 反而有几十亿的现金 所以我们港府都可以派些钱 好似听说港府即将又会宣布 又会有些唐派给纳杉人 是吗 我说你这样也知道 嗯 是 好 那港股现在仍然在跌 跌幅的较为收窄了一点点 但可能最近也是升得太多了 好 另外 那个数字 我刚刚看到有个出口数字 不过我现在暂时还没找到 我们待会找到再说 出口都应该跌了 好像是比预期好 不过Anyway 看到人民币最近都挺强 今早早 是的 今早早看到人民币 亦是中间价高开的 还有明天 有可能正式签署到首阶段 中美贸易协议 传闻会包括中国未来两年 会买20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 那如果这件事真的签署了 其实2000亿都要运到美国 是的 对于那个 那他怎么找数呢 到底是否要买人民币 来买中国的货品 还是怎样呢 那都是要买美金的了 中美贸易的 我想九成九都是用美金 所以对人民币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有2000亿的货品 要运到美国的话 那到底会不会 对于这些什么版法 有些利好作用 有些什么憧憬一下 那如果是有用的 都是亿美国公司的 因为一直以来 中国向美国每年购买的 那个进口 大概是1300亿 2018年的数字 是1300亿 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是3700亿那么多 那么美国说 调戏不顺 Donald Trump说 这个中国找美国贸易 赚美国人的钱 所以现在要平衡 所以中国就同意 每年增购美国产品 就是1000亿元那么多 我想其中有一半 很可能是农产品 即是说500亿是农产品 不过500亿农产品 中国的贸易公园都拗了头 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买入口 那么多农产品 不知道怎样 怎样 怎样计得到数 现在变成了 要买其他的产品 现在就要买芯片 但是美国又很烦 它又对这个 那个华为实施禁运 那么华为有很多东西又买不到 那么中国想买那些高级一点的 精密一点的器材 美国又不肯买的 那么其实美国最厉害是什么呢 其实最厉害是武器 那么美国又不肯买武器 给中国 因为自从八九六四之后 美国和欧盟一直都对中国 实施那个武器禁运的 就是它不做中国生意的 所以你说要增购 每年增购一千亿的美国产品 其实中国都拗了头 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美国车在中国又卖不去的 那一道产好 福特汽车 它2019年 在中国的销售 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是连续三年倒退的 虽然福特就有一个 装嵌厂在中国 但是那些产品 中国不喜欢 因为它那些质素不够 欧洲日本车好 那你如果汽车又卖不到 那你买什么呢 应该其实最好 当然了 是那些晶片产品等等 那现在特朗普呢 又想阻撓欧洲国家呢 就不要卖那些 即是IC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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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高精密度的 那些很高精密度的机器 很贵的 那其实如果美国肯 肯卖这些机器给中国呢 那其实就增加 买一千亿都不难 但是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特意要禁运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外围的情况 总之我们明天就看着新闻 到底最新的文本 那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明天就相信会揭曉 不知道会不会揭曉呢 好了 那这个市都是到升到跌之间 现在跌着11点 现在在升25点 好 我们看一只腾讯的 今早上高位都破了 破了413点 还破了413点 现在就略为升幅回升 但是仍然是升幅 升幅2.4 那腾讯呢 ATM的其中的T 那是否可以继续上升呢 如果未买 应该怎么做好呢 应该追回的了 因为呢 过去两年 它是由18年年底 就是18年年中开始跌 19年成年都没有运行 主要都是这个 因为教育部 就不想那些儿童沉迷于打手机那里 那里 那就设了很多限制 那还有呢 有一段时间呢 成半年呢 都没有批新的手机上市 那到去年年底呢 先放宽了 那你也看到了 那腾讯的股价呢 它由去年12月呢 由330元左右呢 就开始翻腾 那就是升没有理由 只是升过两个月 过半月左右 所以我相信都会继续上升的了 这个绝对毫无怀疑 那有机会上升上去 2018年的高位 2018年的高位 应该是450元左右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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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450元 是吧 474.7 最后是70元升啊 是啊 这些股票很少 一升起来很快的 本来就是腾讯 它的手游业务 已经放慢了 最近其实又好回了 所以各个研究员 都将腾讯的目标价提高 即你是看450元的腾讯 是吧 是吧 目标450元的腾讯 另外很多朋友都关心到科网类的股份 我们看了9988 好吗 因为9988昨天破了顶后 今天早上高开的 是吧 应该是破顶的 227.4 是吧 今早上做下的 现在仍然在升2.8 那就是阿里巴巴都会继续上升 因为我们看到环球的钱 都放在科技股身上 纳指昨晚又破顶了 是吧 好坦白说 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香港的行运升 自从它去年11月在港股上市之后 它的股价不停地上升 当然 这个就 因为它的主要挂牌是在美国 那美国的科技股上升至9000 是吧 对不起自己的身家 嗯 所以都是要 要买的了 因为你现在要追的了 好 那ATM就不要落了M 今天美团也是破顶的 高位见过116元 现在也是升幅类为收窄的 但是仍然都在升1.7 升1.5% 嗯 它最近这个升势 相当健康了 是的 有一个缓慢向上的升幅在那里 那是否可以继续追 我想美团其实它是由去年大概是八月尾的时候 那个高盛就调高它的评级 说它的业务已经过了一个break even的水平 一直会上升的了 那它公布的业绩都不错 所以那些也有了升 不过我就觉得美团的上升应该是有限的 因为这个送餐服务 其实市场已经饱和了 你看一看就是阿里巴巴它都有做送餐的服务 但是它说它都不会再发展这个业务 因为这个已经饱和了 那就是不会有太大上升空间 那如果你拿着美团 你可以减持一点点 把投资转了做阿里巴巴或者腾讯 那就是三个选择 大师就觉得美团的次序比较厚一点 是的 排第三了 好了 Chris就想问到1910的 新秀礼 新秀礼是一样的 已经有货 是的 是的 新秀礼是做luggage的 之前因为总裁的假学历 印度人是博士考生 他就说自己是博士被人读穿了之后辞职 然后股价就下跌了 那你也看到过去一年的股价 其实只可以说是缓慢上升 不会有什么很突破的惊喜 那你现在拿着它 你都只可以希望它是缓慢上升 最多便升到21元 这样 即是你要耐心等候一下 即是它都可以等的 它拿了货都可以等 可以等下 那唯有捱一捱价 是的 另外 怎样看3606 最近的玻璃股好像很厉害 福耀玻璃 这只不看不看 看到它升上百分之二 是的 这个玻璃最近很好了 福耀玻璃 其实它是做汽车玻璃的 汽车玻璃 而且它就第一个把整间大厂搬去美国 但是它搬去美国之后很厚悔 它说那些工碗做到它什么都不做 它是惹到它死死下 那其实我就不是很看好福耀玻璃 因为你要明白一点 在玻璃行业最主要都是平板玻璃 因为你看到那些大厦 那些玻璃 那些是销售最多的 那汽车 中国一年做二千万架车 那每架车都有 当然有它的玻璃 但是那些玻璃价 便宜到怎么样 我都不太相信 因为我有一次跟他们吃饭 我问他 你一块汽车 即是前面那块玻璃 你卖给车厂买多少钱 你猜一下买多少钱 即是猜不到 怎样猜 一百多元美金 即是你真的想不到 那玻璃真的很低端 很便宜 便宜到你不相信 一百多元美金 一块这么大玻璃 两个人才抬得起的玻璃 那你又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那好像是曹先生 一定会反驳你的了 那你的市场是有限的 而且中国去年的汽车销售 是下跌了五个百分比 今年可能会好些 但是始终都不会有十几个百分比 的升幅 因为汽车这个行业 已经由一个新买车的市场 转为一个换车的市场 即是会慢很多很多的 那即是你如果说 现在你看福而博 你26元 你最高看到多少 我想最高看到27元左右 即是你不会说看得太好 嗯 即是都可以继续拿着 即是工业股 你不会有太大的驚喜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是的 希望帮到你这位朋友 另外呢 我们看一看月文 最近月文 但今天跌很多 月文最近升得很厉害 是的 不配股对不起自己 那今早早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是因为有大手上板的 做这个股东 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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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 是的 沽售股份套现15亿多 哇 每股37.8至39元 是的 但都叫做现在 勉强守住的配股价 今早早就下挫成百分之八 是的 这些当然是炒高来配股 最好的是药明生物 配股配了150亿元 是吧 是吧 那这些互联网股最近跟着ATM上升 但是升下升下你就发觉 咦 有些机构投资者出货了 似乎那些股价都到顶了 是吧 现在就是给你一个信息 可能股价已经到顶了 是 那就是不要追了 是的 但其实它算是比起其他的APP股 都是落后一点 是的 是落后一点 但是就是想卡拉尔这些这么大的私务基金 全球最大之一 它们都玩到这样一刻都觉得 可以take profit 可以获利 那就是说它都不看好 如果看好的话 就像Lexper 那些经常握住它们的腾讯 是吧 嗯 那都是一个啟示 是一个讯号 就是到架的讯号 好 有一种本身的白威亚泰都忙忙忙 练跌很多日之后 今天反弹了 幻大反弹成 就是最近被人下降了 所以现在要追回了 我想它就是要努力 要追快上去 它上市没多久 那时32元的水平 那现在真的要慢慢追了 要看看它那些业绩 对不对板 但其实一般那些啤酒股 这一段时间都不是很走的 就不是说只是它 譬如说是168 都是横行 291都是横行偏移的 因为白威上市的时候 每个人都作一些报告 说看好啤酒的销售 所以又大起了青岛和华云啤酒 但是最近的数字 它的经营数字被人看到 似乎不是这样 似乎是 发觉它的销售没有什么增长 如果销售没有什么增长 你的股价肯定会下跌 这个是没办法的 是 所以跌了很多 你说是华云啤酒 不是 白威 白威 现在是不是跌完呢 我认为24元 这个应该是一个支撤位 它由上市30元跌了 那么多跌了多少 1.2% 好 我们看看朋友的问题 1910看了 3606看了 3.8.2% 是什么 3.8.2% 中会经常有人问 是啊 这个是中会 这个是做教育的 他是在新加坡 内地做那些 就是 专上教育 就是读完中学 读那些职业学校等等 他现在又去新加坡 和英国 和澳洲 扮认学校 所以 他上市之后 其实这个股价表现不错 升了成倍又多 不过 现在这个价格 都是属于高一点 上升空间 不会太大 除非他业绩 有很大的改讯 好 另外1.137 都有朋友问到 1.137 大家先反达了没有 原来又升了很多下 是啊 因为 因为 王维基最近 他说他的业绩好 他一年 他网上卖菜 卖了多少钱 28亿元 去年 很多人都有帮衬 是 因为我经常都见到 HKTV 那架车车到处走 是吧 很明显 他是打了入市场 因為其實蘋果在大概10年前都做過網購 但它虧了10億元就倒閉了 還有一個消息就是阿里巴巴兩年前 在上海很高調地做一個沒有人的超市 結果做了兩年之後 燒了40億之後宣佈倒閉 有很多錢就不怕了 可以知道做生意其實是很難的 不是說你一做就一定賺錢 那它已經兩個狗有貨了那怎麼辦 兩個狗有貨 繼續拿著它 希望它升到5元 5元你獲利 好 升到上5元 你是說它生意難做 生意難做 但現在它起碼找到一條路出來 殺到一條血路出來 即是你看好它的 你不是想說它好像蘋果和阿里巴巴一樣 是的 蘋果和… 即是那些失敗的 是的 但你覺得它會成功 黎智英和馬雲做網購似似乎是失敗的 即是你覺得香港電視會成功 所以你看它繼續持有 因為它現在都成功了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是的 那我也要先寫下它 目標是看5元的 另外就是1093了 18元有貨的carry 今天兩位偏遠 18元有貨其實到現價差不多 應該怎樣做呢 應該怎樣做 你唯有拿著它 希望它彈到上去20元的時候才沽貨 彈到上去20元是不是 是的 即是你的目標是看20元 是的 因為今年醫藥很難做的 因為那個大量採購 令到那些藥價跌成六成那麼多 那個都哭得那麼厚 以前暴利的生意變成普通利潤 好 那這個 既然你看那個行業都不是很好 那為什麼你會看到它上去20元呢 即是它已經調整了 由22元那裡調整了下來 希望它能夠有些好消息彈一彈 那它都 最緊要它又沒有一些新藥能夠批得到 新藥能夠批得到 它一隻藥可以撐起整間公司 那又沒有 它就沒有那些什麼 什麼偉剛那些那麼厲害 好像偉剛說撐起整個菲薯 那樣 那樣 那樣撐起麥克 那樣 但是仍然繼續看好 醫藥股始終也有人支持的 嗯 好 五號仔 五號仔這麼悶的東西 五號仔是我這些老人買的 希望它收到6% 一年收四次而已 前景就不用怎麼看的了 對吧 你看到香港這樣的悶樣 兩隻獅子都被人破壞 你也都看到匯豐那個樣子 真的很可憐 美人誰沒有 那股價是關不關事的 股價就是60元左右的賠匯 是嗎 不會升 不會怎麼升的了 它已經 就是最光輝的時代已經過了 2006年是它最光輝 一有刺案危機出生之後 發生之後 它一直都是很弱的 嗯 即是五號都是不看好的 是的 你要買來收息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60元左右的賠匯 股價都不會怎麼動的了 嗯 好 明白 那中安在線 中安在線 就是它跟著阿里巴巴的互聯網 ATM一直這樣炒上去 那就根據它的數字 似乎它的互聯網生意 都一直在改善著 改善著就一直可以看 那你說你如果18元 中安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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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錢有貨呢 31元 31元 繼續看好它 我希望它今天升到31.3 希望升到35元 即是目標是看到35元 是的 好 1833元 即是很多人問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 是的 這些都可以看好 因為網上診所 其實是有真正的需要的 那你現在那些病人 要去看4A那些醫院 排隊排到死都未必排到 即是好像在香港輪急症 那樣要來輪六個小時 那你如果你在網上找個醫生 跟你能夠開到一個藥方 給你買藥食 那已經夠了 那它已經有貨了 然後繼續拿著它 5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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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有錢賺 現家不是叫做交貨嗎 這些叫做什麼 這些叫做加註 加註 現家是否可以加註 可以的 可以的 388 287元 可不可以上回 388 388 那當然看好了 我想李小嘉 他最少要貸300元 現在你知道了 金融市場 真的很厲害 香港全球金融市場 賺錢 金融市場 怎可以沒有了這個 廣交所的 貸300元 即是廣交所貸300元 不要貸300元 所以這位朋友 他287元 也不是什麼目標 應該相差幾元 今早早 今早那位282元 其實相差5元 不要那麼 可以大貪少少 可以看300元 1810 可以回到 可不可以進 可以的 小米 現在已經回到了 小米自從推出 5G手機之後 就上升 其實它的業務 尤其是在印度 發展得不錯 因為它在印度 整間廠 在印度賣 那個小米手機 似乎是橫鬆 因為它夠便宜 一個手機都是2000元 2000元人民幣 全世界沒有人夠它便宜 不過這個也是它的弱點 因為它的東西實在太便宜了 但是互聯網公司 互聯網那些業務 交出的數字 似乎不是很漂亮 嗯 那即是不買 都是要買的 都是要買 你不喜歡去 但是都要買 是的 因為現在大勢所趨 好 那有沒有目標價 目標價 現在12元 希望它今年上半年去到15元 好 目標價 看15元 回到可以買的 你下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1797 Kenny問自己1797 是的 這些東西麻煩 哇 昨天狂升 今天再升3.6% 是的 這些股份很瘋 尤其是新東風在市 突然可以升到瘋狂 那它又和那些基本因素 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東西 炒成份很多 那些網上教育 也沒有什麼特別 是的 我們現在都做了網上教育 我們都是網上財經 就是 有多少人看呢 有多少生意 有多少人看 現在有200人看 是的 我們有很多人看 是的 所以 很多人問 幾個人問就是1797 是的 這隻只可以短炒 我想 你現在進入似乎蝕底些 現在就應該沽貨的時間 現在就不能進入了 就可以沽貨 因為我只看短線 我不會看長線 超短線 趁這個時間 我們呼籲一下朋友 如果在看民眾財經 中文財經連線 除了給個讚 記得立即訂閱我們民眾財經 是的 要訂閱 是的 沒錯 很強的 我們有很多個節目可以給大家看 是的 有些很好笑的 記得看Larry的三個女生的節目 超級好看 還有讀書的也很好看 我看了兩集 很有意思 很精彩的一個 很少香港有這麼有心的節目 好 二八四例 金呢 這次真是慘了 金呢 金玩完了 對呀 又不打仗了 那怎麼辦呢 是 那是做一個對沖的 做短炒的 那 那 那 美軍昨天 就帶了一些記者 去巡視他們兩個基地 是 那 看到 他們那個基地的建築物 全部都摧毀了 原來呢 他們在 即是未發射之前 已經有情報 知道他們會射這裡 把所有的機器 和人們搬走 哦 即是明通水 即是 做給別人看 即是不想做星山亡 即是很坦白說 伊朗是要報告 通稅被美軍 他不想升級 不過就打爛這些標頂 不過 最壞的是 誤中了一間烏克蘭客機 他們覺得很慘 即是說 其實 美國 美國 美國是想打的 但是 伊朗 不是很想打的 那如果美國想打 都很嚴重 他現在不打 就三月再來多次 所以 但是 特朗普 暗殺 這個將軍 所有的 他的盟友 都反對 還有他自己的幕僚 都反對 我想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都要收手 哦 即是要弄一弄 是的 特朗普 特朗普 可以先頭一頭 又不搞中國 又不搞伊朗 不搞伊朗 下一個對象 就是北韓 他現在又對肥恩 小恩 回來談判 哦 又搞北韓 總之金 暫時就沒有什麼小 是的 我想會跌下去 1,500元的水平 所以 雷尾都應該會跟著跌 1038 有位朋友問 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60元以下 現在都可以進 其實 它是超低的 因為你如果買這隻來收息 其實真的很划算 因為它經常都進行收購 買些東西 它都有10%的返回 但派息是大概4%左右 看看一看 派息4% 絕對足夠派息 中芯 中芯這幾天都升得很熱 今早就再破位 正在升1.6% 什麼位可以進入 中芯現在可以有 因為你是炒它的國策 因為美國就在這個芯片這裡 來控制著想拖慢中國的發展 中國在芯片這裡 在生產和機器設計等等 都落後了美國很多年 現在要急起直追 一定要支持這些 這個是代工芯片的公司 就不是最高級的那裡 最高級是你要設計 好像Intel ARM這些才可以 但是都可以進入 是的 好 今早高位上升14.3 現在升幅量為收窄 有位朋友問就是683 加利建設計畫的很沉悶 這個沉悶的 很沉悶的股份 對呀 為什麼要買這個呢 是沒有公式的呢 對呀 它支持 加利600 這些建設局都沒有什麼說 我想都是停在25元左右 我想你都不會有什麼 期望它有大的改變 好 那不要說它這麼悶 763 興奮點了吧 今早曾經有了破頂的 那它33元上不上到呢 33元上不上到呢 短期內都上不到的 因為那些電訊公司要提速和減價 那你怎麼賺錢呢 是吧 763 是的 中興通訊 是 說錯了 我以為是762 是的 是的 最近的手機股全部找上 包括中興通訊 這樣 我覺得它現在都會繼續上升 現在都是跟蘋果上升 它就跟著上升 我想有機會升回30元的水平 好 30元可以 33元就未必了 是的 好 1572前景怎麼看 1572 嘩 這是什麼 嘩 中國藝術金融 嘩 藝術金融好像大膽請不買 沒有什麼前景 我看不到什麼前景 沒有什麼意見 嘩 它兩毫一千半都買 好 我們看一隻180講了 九三九 終於有人問一下傳統類股份 這些這麼悶的股份 跟匯豐差不多 好過匯豐一些 匯豐經常在60元那裡 這幾隻都可以上升 現在是6.8元 你如果升破了7元 我就建議你沽貨 應該是兩年前它升破了 應該是2018年升到7元以上 很短時間 接著就跌到5元 所以現在我就建議你去到7元左右 沽貨 好 那就留著位置 7.8元 7.8元終於都動了 都動了 都動了 沉滿了一年 現在終於有一點點起色 希望它升上去2元 現在5G正式發展出來 它建立的鐵塔要增加 好 那我們有很多問題 還未回答就行了 不要緊 我們下個星期再找論大師回答大家的問題 雖然回答得很快 也回答不了 港股方面 現在是外遺制 在29,000點上下增持 記得訂閱我們民眾財經 明天見 拜拜